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您先生 草民告退了 那你慢走 慢走 慢走啊 谁在击鼓 李塞 李塞 老爷 谁在击鼓 就是那个雷茶店的老板胡秀英 这 龙秀英 这可不好弄啊 去去去看看 老爷 来 来 把击鼓之人都带上来 回屋 回屋 酒妹 草民胡秀英 参见大人 我说大清早的 你几股何事啊 为犯人刘海民冤 胡闹 刘海罪行证据确凿 有何冤情可深 我料你是一小女子 本官不和你一般见识 还不诉处离堂 公堂之上 啥微棒 可是不长眼睛的 大人 大人 那天晚上场面特别混乱 大人不能偏听偏信呢 大人既然说人正物正俱全 不如请原告柳如烟出来 当着大伙儿的面 把事情说个清楚 不许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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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位 不许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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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官的夫人 是你们想请出来 就请出来的 既然不敢出来对质 那就撤销本案 对 判柳海无罪 刘海费 刘海费 救命姑娘 这样不妥吧 刘姑爷一口有定是刘海费理了她 现在 岂不是当众让刘海难堪吗 大人 曹明恳求 另请一位证人 啊 再请一位证人 不不不不不必了 要想替刘海做伪证 谁都可以自称证人 你让本官怎么能信她的话 好了 来人哪 把夫人请出来 不必了 奴家自己来了 老爷 哎呦 哎呦 我说夫人哪 你你怎么戴着面纱就出来了 还不是为了老爷您嘛 外面太阳这么大 奴家 怕晒黑了 啊 夫人 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说给他们听听 老爷 昨天晚上奴家喝醉了 糊里糊涂走错了房间 不把刘海当成您了 啊 啊 后来信客于乔村的二黑经过 才没有酿成大祸 奴家昨晚喝醉之后 呼烟乱雨 想必是出了不少阳相 让老爷您误会了 那 那又还没有非理你吧 没有没有 牛海他睡得很熟 怎么会非理奴家 是奴家自己昨晚喝了酒又吹了风 一时迷漏了心智 胡说八道起来了 老爷 您确实冤枉人家刘海了 还不把人家给放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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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当真 武家 真是无言以对 大人 原告都已经承认 刘海无罪了 您还不放人吗 嗯 放人 好好好好好 放人放人放人 好 好了好了好了 回去吧回去吧 老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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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去 你娘在家等急了 多谢老爹给我深运 我 我没做什么 只是不知道为何柳如烟突然改口了 姚夕 你就谢谢九妹姑娘吧 九妹呢 刚刚还在这儿啊 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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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父已经帮刘海洗刷了罪名 您就饶了民父吧 饶你不难 但是你要记住 从今以后 不要再和你的书军一起欺压百姓了 是是是 民父一定紧急在心 贴着 哎 哎 怎么样 走 咱们回去吧 亮他们也不敢再欺负刘海哥了 哎哎哎哎哎 那就不管刘海哥了呀 他没事了 走吧 哎 等着我呀 九妹 哎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 二二哥都夸到五十了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娟儿 没事吧 有咱们爹在 刘海一定能救出来 要是那个姓民的不放人 我就去衙门救人 哎 你说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哎呦 没事的不用多想 我们再等等吧 啊 娟儿啊 哎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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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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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这下太好了 看来那个刘神医 真的不是个坏人 这么紧要的时刻 帮了刘家一把 这次刘海能放出来呀 才不是因为他出手的缘故呢 难道是爹 您说服了那个领狗官 爹怎么能说服他呀 刘海呀 那是九妹救的 九妹 啊 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今儿啊 您别想那么多了 能救出来就好 快去刘家去看看去呀 哎 你在衙门里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哎 慢点 宁 来 啊 娘 这次 都是孩儿不孝 让您担心了 哎呀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了 他们不会再来抓你吧 啊 不会了 娘 这次 真是多亏了九妹姑娘 啊 要不是她让柳如烟当汤作证的话 孩儿也不能洗脱冤屈啊 九妹 大娘 啊 九妹啊 没想到这次多亏了你帮忙 我这老婆子什么都看不见 以前的事啊 招呼不周了 大娘 您太客气了 刘海哥 你终于可以回到家了 好好陪陪大娘 说说话吧 大娘 那我改天再来看您吧 我先走了 好 啊 啊 九妹姑娘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哎呀 哎呀 我跟那个柳如烟 真的是没有 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已经知道了 我不是怕你误会吗 我要是误会你呢 我才不会救你呢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又生气了 谁惹她了 我看到了 肯定是因为那个舅妹 哎呀 侄子啊 干嘛还带东西来啊 哦 这个瓷吧 是我娘亲手做的 要比街上的好吃 所以给您带点过来 哦 好啊 好好好 我收下 谢谢她了 哎 你娘最近好吗 嗯 夜后要好好孝敬她 再来呀 就不用带东西了 啊 哎 哎 对了 有个事情啊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这林知县一定不会善把甘休的 所以呢 我想在你家开个分号 把一款的收入 直接给你和你娘 哎 叔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哎 小孩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这些年 叔叔没怎么帮过你 更重要的是 现在叔叔也就你一个侄子 林知县想抢战 必然有所顾及 再说了 那也是咱们刘家的祖产 不能就把白白送给别人 是不是 嗯 我明白了 叔 那我回去跟我娘商量一下 好 你和你娘好好商量商量 啊 嗯 让你娘商量商量 姐姐们 九妹 姐姐们 九妹 你们怎么来了 我好开心啊 你呀 可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丫头 听说 你连县衙都闹了 二姐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可全都知道了 当初你下山的时候 我们可是千叮咛万嘱咐 你千万不要传祸 现在可好 你出尽了风头 整个长德县全都知道你九妹 只要是被拘禁不良的人盯上 我看你怎么办 我 这不是着急救人吗 再说了 长德县很大 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他们很快就会把我忘记了 姐姐们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我的好妹妹 现在出名事小 你得罪的可是县太爷 你以后在这怎么立足啊 我告诉你 你涉事未深 根本不懂得人心邪恶 这人间哪 可不比我们山里 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在这里住得挺好的 每天我都过得很开心 周围的人也对我很好 没有人怀疑我 九妹 你始终和普通人不一样 待在山下时间越长 越不安全 姐姐们也不能在身边 时刻照顾你 要是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呀 听话 跟你姐姐们回去吧 是啊 是啊 九妹 坐吧 在山下多一些 你们不要逼我了 我每天在这里过得很开心的 再说了 我没有忘记修行啊 我要是回去的话 那还不得闷死啊 九妹 你们怎么会听话呢 你们就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想回去 姐姐们 我以后再也不闯祸了 好不好 三姐 二姐 我是拿你没办法了 谢谢三姐 谢谢二姐 谢谢姐姐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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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 胡佳大姐 你这一次又这样火气火了的 又出什么事儿啦 久妹现在身处长德县境内 又在众人面前怒了咧 怕是为日后买下了隐患 小仙们苦劝 可九妹就是不听 只要不肯回洞府修炼 九妹 她是我们九伟狐仙家族的血脉 不容易点闪失 所以小仙们不知如何是好 还请仙人明示 我已经化作了花鼓戏的班主 常驻九妹的茶馆 保护她左右 有些人保护九妹 小仙们就放心了 多谢仙人 走吧 走吧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你跟踪我 谁跟踪谁啊 我是怕你一个人害怕 想跟你做个伴而已嘛 谁要跟你做伴呀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跟踪我 干吗 我 我就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买了我哥的狐狸皮 又把它给埋起来 因为 因为我想起了我娘啊 你娘 是啊 我娘常说万物都是有生命的 即使一草一木 都会感觉到她的快乐和痛苦 我看见那只狐狸那么可怜 死了之后还要让人抽筋扒皮的 我只是想让她早点入土为安而已 真的呀 是啊 原来你跟刘海哥都是好心肠的人 我想的太多了 误会了你 跟你赔罪喽 你真的送我回家呀 你真的好害怕啊 好吧 走 走 二海哥 雪儿 你去哪儿了 爹都着急了 让我出来找你呢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哦 杜娟姐 那我先回去了 好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不客气 那我走了 路上当心 嗯 再见 她跟你下了什么名药 你跟她怎么那么好 我好好的一个人 下什么名药 回家 你就去哪儿了 你不是怎么回事 他心志愿 那想有我的史义 好 你不太走 你把他吃了 我还 Terror 你把他吃了 �家 你把他吃了 都 overse了 你把他吃了 你把他们吃了 你把他吃了 我第一支 好 他吃了 你把他吃了 就连全国的一生 也要让您几分哪 哪里哪里 刘某还仰仗各位相亲的台爱啊 客气客气 行行行 好 老爷 这送你的可不少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刘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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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今天我带着夫人带着博礼 恭喜刘神医 夺得御医的荣耀 是咱们常德县的光荣啊 哪里哪里 刘神医馆能有今日 还仰仗大人您大力的支持啊 哪里哪里 这刘神医妙手回春的本领 在咱们常德县是人尽皆知啊 林大人 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大家 请大人允许我向大家宣布 哎呀 刘神医今天是大使的日子 当然你做主了 哈哈哈 哎 乡亲们都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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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请刘神医给咱们讲一讲 这个医术上的医德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诸位 今天呢 我借咱们父母官林大人的面子 向大家宣布一件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 咱们刘师傅医馆 除了救死扶伤以外 令设了一个百寿堂 哦 百寿堂 百寿堂 你真的能够 幻发青春 手信 在 夫人 您请看 这百寿堂哪 市集千年的守屋 还有瑶池的仙草 加上咱们常德县的特殊草药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才日月精华精致而成吧 夫人 如果您要是服用了它 一定会青春有助啊 哈哈哈哈 哎呦 真要这么神的呀 刘神医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哎呀 刘神医的医术高明 糟糕方啊 哎呀 以后还仰仗林志县的提携啊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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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信 取一些丹药来 送给林志县和林夫人 让他们享用 是 哎呦 刘神医 奴家在这儿 谢过了 哎呀 你看又让刘神医破了 不用客气 这是小明的一点心意嘛 哈哈哈哈 大人 夫人 请里面说话 哎 姐 哎 姐儿啊 又去刘家呀 嗯 不要去了 爹 您怎么了 平时不是让我有事没事的 就去刘大娘家帮她干活吗 突然之间怎么不让我去了呢 傻丫头 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等嫁过去以后天天在一起 那干活的日子多着呢 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吧 人家闺女要出嫁了 恨不得天天都在家陪爹娘 你倒好 有了婆家 把亲爹都跑得倒后了 哈哈哈哈 爹 爹 爹 你瞧你 又小心眼了吧 嗯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婆家再好啊 也比不上娘家好啊 我心里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亲爹 哈哈哈哈 有嘴话说的 嗯 那么大的闺女啊 也不知道避避嫌 走往未来的婆婆家跑 别人看见要说闲话的 我才不担心别人说闲话呢 只要爹您不笑话我就行 好 明天我就去趟刘家 和你大娘商量商量你们的婚事 我看你呀 在你家待不了多少天了 嗯 好吧好吧好吧 最好你现在跟我一起去 嗯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那我走了 嗯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哈哈哈哈 嗯 拿着 杜君 你来了 拿着呀 跟你和大娘落的 啊 嗯 谢谢啊 拿着啊 哦 大娘呢 啊 在礼物呢 嗯 我去看看她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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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娟儿来了吗 我来看您呢 对了 我心了了一些饼 您尝尝 真香啊 好吃吗 嗯 好吃 杜鹃啊 你真是越来越能干了 嗯 嗯 娟儿啊 看到你和刘海和好了 我这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会来看我了呢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不来看您呢 以后啊我天天来 天天来看还不够 我要时时刻刻都看到你 嗯 来 戴上 哎 大娘您这是 大娘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你 这只镯子是我外婆传给我娘 我娘又传给了我 我现在把它传给你 哎 那怎么可以呢 娟儿啊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本来我打算等你和孩儿成亲之后 再把它给你的 现在 就当做是骗人 你收下了 就算是我家里人了 娟儿啊 娟儿啊 你是个好姑娘 又漂亮 又能干 而且 从不嫌弃我们家穷 娟儿娶了你啊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 我和你爹早就商量过了 你们的事情越早定下来 我这心哪 才越踏实 大娘 哎 哎 哎 请 老爷 嗯 直少爷来了 哦 海儿你来了 哎叔 这是娘亲手腌的酱菜 他说您今天是卧风寓意的大好日子 让我特地给您送来 哎呀 一家人还这么客气啊 哎 不过 这酱菜我得留下 有日子没吃到了 首先收下吧 哎 你娘现在身体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就是眼睛越来越不好了 哦 别着急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急不得慢慢来 哎 我听说前些日子那个九妹救了你 看来这个姑娘很有能耐嘛 九妹确实很聪明 那一日啊 还多亏了她 你很喜欢她吗 啊 我 我和她只是朋友 哈哈哈哈 别不好意思啦 你也不小啦 尤其是你娘 她现在满脑子都是你的婚事 哎 哎 我听说 那个姑娘不是本地人 她的家人 你见过吗 九妹只说过 她家住在山那边 我也没有去拜访过 哦 是这样啊 回头 让她上我家玩玩 未来的侄媳妇儿 总得见见叔叔啊 哎呀叔叔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哪儿配得上九妹啊 傻小子 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啊 嗯 叔叔 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先回去了 好 回去告诉你娘 谢谢她送来的酱菜 哎 娘 哎 小心别动 哎 娘 你手破了 哎呀不疼 一点都不疼 娘 都是孩儿不好 孩儿没本事 没法治好你那眼睛 你要是能看见了 就不会受伤了 小孩子 娘老了 眼睛看不见哪 更是能心静 娘没事儿 你不用担心 娘 你过来 我帮你包扎一下 小心 哎呀没事儿的 没事儿啊 我现在还有一个小子 你穿了它 你穿了这是它的这是 你是有现在的 你穿了扎手 你穿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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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了它 你穿了它 我穿了它 你穿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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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了好 娘 给您治眼睛的新配方 熬好了 儿子啊 你忙活了这么久 就是给娘熬药啊 是啊 你忙活了这么久 你忙活了这么久 就是给娘熬药啊 你忙活了这么久 只要能治好娘的眼睛啊 儿子再辛苦都愿意 今天给您配的是古方 是外敷的 你就不用闲着药苦了 儿子给娘熬的药啊 就是再苦 娘也一口不剩的喝光汤 那儿子开始了 你往后靠 来 眼睛闭上 娘 喂 有什么感觉吗 呃 有一点点疼 哎呀 是不是药量那么大了 啊 没关系的 娘能忍得住 要想你眼睛看得见 还不得吃点苦啊 继续 那好 儿子继续了 呃 嗯 娘 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疼 儿子 疼 我给你松开 娘 怎么样 还疼吗 我给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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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夫人 这是百寿方新熬制出来的安神剑体茶 我特意熬了 给您尝尝 还是夫人心疼我啊 那我得尝尝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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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个刘神医啊 在这医术上下了不少功夫啊 隔三差五的总能弄出点什么新花样 味道不错 不错 他们不止在医术上下了功夫 夫人的意思是 难道老爷没有看出来 那位刘神医可是在我们身上下足了功夫啊 特别是他身边的那个白管家 白管家 此话怎讲啊 那个白手信 绕着弯的来拉拢我 现在他们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原来那个刘振斌的真正目的也是那口丝瓜井 这可和他一向潜心于医术的做法不太一致啊 按理说呢 这个丝瓜井啊本来就是人家刘家的祖产 我还就拿不着慢了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 就偏偏落到着这个 这个刘海的傻小子手里 这样才更可怕 你想 那个刘振斌是有口皆碑的神医 那丝瓜井又是他们家的祖产 他若随便找个由头叫刘海听话 胜算 可比咱们大得多呀 有礼 有礼 有礼啊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来对付他 咱们得赶紧想个法子 这可怎么办呢 老爷 要不我们去禀告太守 要是有太守帮我们撑腰的话 我们可什么都不怕了 哎呦 还是夫人高明啊宝贝 宝贝 宝贝 明日你们两个一起下山 赶往长德县镇上 终点是鸡池上的九妹雷茶馆 一定要仔细查看 是 这是您的挺能好吧 好给您 谢谢 谢谢啊 好 师兄 走 师兄 这里就是雷茶馆后院 我们分头捉药 来 嗯 给 对 哎 喜蜇你怎么了 痛痛 嘘 有让暗算了吗 那怎么办 这点小刀还挡倒我 师兄 你没事吧 要紧到恒恒山 我们走 我去冲茶了 是谁呢 师父 师父 你们两个怎么如此狼狈 突然无闹 那雷茶馆久妹太过厉害 我们 不是让你们不用随便动手啊 我们没有动手 连人都没有见到 但我们只在雷茶馆外面施法 哪知道被他们施了妖法 你们下去吧 师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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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气 你把我逼做什么人喽 我把你逼游浪 不差好分哪 那我就逼不上喽 你逼他还要多啊 胡大姐你是我的气喽 流海哥你是我的富王 胡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喽 海哥哥你待了晚间醒啦 风了 星啦 风了 星啦 对之难 对之难 风了 星啦 刘一 cruise 随 我这里江大街也有一笔牙 刘海国 我的福啊 你把我逼做什么人啊 我把你逼侄女不差好分啊 那我就逼不上了 我看你就像老他喽 刘海国 你是我的父啊 刘海国 你是我的气喽 刘海国 你带人往前走啊 刘海国 你随着我来行喽 行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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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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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和街 感谢观看